这名少女快步经过骑楼 就在这时候一名男子从后方快速跟上 不断尾随 少女简直吓会了 赶紧打电话给爸爸求救 然后他在这边问事情 问了之后他就开始队队 比去到里面 基隆爱三路车水马龙 却有一名少女就在这儿遇上了恐怖的跟踪事件 3号晚间一名男子在这个路口 见到这名少女 上前搭讪后就紧紧尾随 吓得少女赶紧躲进素食店 没想到男子还跟着进店 少女只好向柜台店员求救 少女父亲接到电话 赶紧到现场接女儿回家 事后也颇文上网 直说女儿试魂哭泣 甚至隔天还在庙口遇见这名男子 要附近居民千万小心注意 分锁已主动介入调查 并调阅前期 他正积极的追查中 索性最后少女平安回家 警方也将持续追查 这名行机诡异的男子 并呼吁民众 如果遇到类似情形 千万要记得报警处理 记者朱丁荣 曹嘉仁 基隆彩风报道